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月美食厨房 你有没有见过这么细腻的调味料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干货 现在年头越来越临近了 大家下厨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调味品是不是越用越多越不够用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在家里自制椒盐 做法超级简单 学不会我打车来教你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发酵真的是非常厉害 它可是中国特有的香料 13香的13种香料里面它可是魁首 上至路药、中至调料、下至趋纹等等 哎呀,这个花椒的用途实在太广了 我记得每次逛超市的时候 只能花6块钱买一小小瓶的椒盐 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个视频 只要3块钱不到的成本就能做一大瓶 相信有很多人都在家里面尝试做过椒盐 但是时常做出来的椒盐花椒不香 而且还非常的苦涩 但是做这个椒盐的时候 只有掌握正确的步骤 椒盐做出来的味道才会比较正 所以今天注意视频的步骤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制制椒盐的主角跟配角 具体食材的比例跟配方 我做成表格放在视频最后的几秒 注意收藏哦 食材有 青红花椒 小茴香 白芝麻 香叶 八角 金盐 是不是有很多人平时在家制制的椒盐 非常非常的苦 而且尝到口中色味非常非常的浓 其实造成椒盐苦涩的罪魁后首是这个花椒籽 而这个花椒籽正储存于花椒中间的部位 被花椒的两边包裹着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手上两颗黑黑的小点 这个就正是花椒籽 平时大家咬到花椒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的麻 然而这种麻正是大多数人喜欢的 非常非常的爽 但是咬到的口感是发麻又发苦 那就非常影响心情了 和大家再分享一个超市挑选的小技巧 购买花椒的时候一定要购买这种开壳的 像我手上的这盘花椒基本上都是开壳的 没有花椒籽 所以以后如果去超市购买的时候 看一下有没有黑色的花椒籽 如果有就换一个品牌 此时所有的香料放入盘中倒入清水 浸泡20分钟左右再沥干 切记了这个步骤很重要 清洗干净以后一定要沥干表面的水分 冷气罩开小火 这时我们要给香料做烘干处理 再倒入沥干水分的香料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 很多人在这一个步骤就做错 炒制的时候开小火慢慢烘干它表面的水分 好多人的做瓦斯一上来就开门火炒 最终的结果是又黑又焦 不能食用 煸炒两分钟以后给它转成中火 到第五分钟的时候将香叶八角取出 香叶跟八角只是稍微提香增味 放久了最后做出来的椒盐反而味道不正 花椒的火候够不够 抓一两个花椒到手中捏一捏 非常的容易碎开 那就说明很OK了 椒盐的这个盐一定要最后换 一开始就放盐炒其实对身体是非常不健康 其实现在我们使用的青盐已经非常的干燥 紧接着炒好以后这一步非常关键 花椒一定不能炒黑 整个过程十分钟左右 像锅内这样轻微焦黄的颜色就可以了 这种花椒的温度还非常高 所以要放下来给它做冷却处理 等花椒冷却下来以后它会变得更干燥 那么做椒盐的时候才会更细腻 口感会更香 好了冷却下来的原材料我们放入案板中 用擀面杖将它压实 此时椒盐原材料的干燥度是不是非常的好 擀面杖轻轻来回几下就变成粉状 但是呢这个办法还是比较麻烦 处理起来还是比较费时费力的 所以家里有这个打粉机 研磨机 料理机真的是最好的选择 只要插三天 风风冲冲就能把它打成粉状 真的是好方便 如果喜欢颗粒状比较明显的一定不要打磨时间太久 因为打磨时间久了就会变得非常细腻 或者还是用回擀面杖擀 这样擀出来的椒盐跟超市里面购买的是一样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打出来的椒盐粉 是不是非常细腻 还是那句话如果不喜欢这么细腻的 那就缩短它的打磨时间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椒盐越是细腻 宽热了之后食材就更入味 好了将打磨好的椒盐倒入玻璃瓶中 这个玻璃瓶一定要无油无水 并且高温消毒过 这样的椒盐保存时间可以更久 好了今天椒盐的正确制作方法就分享到这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转发给更多人 谢谢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